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的样子 我们对实际有所不满 我们有应该如何的样子 这是人类的实在的精神结构 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还有我们想成为谁 这是人类现实的一部分 所以我要send the message 那个只知道实然的人类 是一个虚构的人类 人类的内在的精神现实性 包含着我们想成为谁 这是第一个回答 第二个回答 我们在这里不是说 那些心甘情愿接受手机短信的人 我们是要为那些人 觉得下班后的信息侵扰他的人 这个权利是不是要得到保护 刚才说了像佳杰这样的人 他们不得已 但是是不是能改变这个现状 不是这些人能改变的 我要承认这些人 因为他们改变了 他们主动拒绝回复这种信息 他们会失去更大的竞争优势 但是为什么我们接受这个结构 学老师 上次996的题目也是一样 别人公司搞996 我们坚持八小时工资 我们就会被别人挑战 剩下的都是996 这个世界应该让那些不好的选择消失 八小时工作制 一周五天工作 一周休息两天 是一个进步 因为人不只是有效率 不只是能够当作成本收益的计算的符码 人是一个作为目的的存在 而不仅仅是任何发展的工具 忘记这一条 我们就会变成现实的奴隶 现实再怎么糟糕 我们服从它才是对的 这恰恰是那一种 所谓经济学家的最大的误区 好 你在现实的处境中 但是我们要有大事 我们不接受这个东西 至少我们要对这样一种 接受的观点 表达质疑和批评 大家想一想 龙公制是怎么废除的 八小时工作是怎么开始的 劳动保护法是怎么开始的 这些都是一开始被作为空洞的口号 这是人类 我们叫做理想的东西 谢谢